普京发话全面向中国学习 不久前 俄罗斯访问了自己的亲密盟友白俄罗斯 在与卢卡申科的谈话中 普京明确指出应当向中国学习 普京的这番话不仅是对白俄罗斯的建议 更是对俄罗斯的深刻反思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互动显著增加 频繁的交流已然成为常态 都无冲突使俄罗斯几乎丧失了整个西方市场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 现在的俄罗斯都离不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支持 当前俄罗斯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探索一种与前线持久战相适应的经济模式 而且你会发现普京在新任期一上任 便果断进行内部改革 任命经济学教授为国防部长 这一系列的举措表明 普京已经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要向中国学习 但俄罗斯具体该学习什么呢 我们看普京首先肯定了 中国成功创造了一种独特且高效的经济模式 并且认为这样一种模式是由于美国的 他还批评了美西方对于中国的经济围堵 称之为巨大的错误 普京指出西方陷入经济困境 唯有适应中国的发展模式 才能重新取得成功 他还特别驳斥了 一轮关于中国产能过胜论的说法 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普京的这些表台 是对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模式 转型的明确指示 俄罗斯正在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验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与美国的经济模式相比 中国的模式更加注重内部需求和内需拉动 这使得中国能在全球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 依然保有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 中国从来不是吃毒食的国家 总是想着如何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 不管与俄罗斯的合作 还是与世界其他100多个国家进行的西方往来 中国始终是在为扩大共同利益而努力 反观俄罗斯若想在当前国际局势中取得进步 也必须积极与更多国家开展合作 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不管美国以及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强调的是如何在现有的蛋糕大小基础上 争夺更多的份额 从此以往 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自然会加剧 为了转嫁这种矛盾 他们最终往往会牵扯一些无辜的发展中国家 如今西方国家自身面临着诸多经济问题 如债务高 低增长 失业率高等等 这些问题使得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也逐渐减弱 以及衰退 因此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美国搅乱国际局势的动作也变得更加躁动不安 全球范围内的冲突更是此起彼伏 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美国不甘心的表现 在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适者生存的道理 美国需要好好思考 这段历史仿佛是一场国际关系的权力游戏 谁能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胜出 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 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普京选择向中国学习 正是希望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 为俄罗斯的未来开辟新的道路